哎 她在那儿呢 停车 停车 给我下来 这可是你自己撞上来的 哪里来的狂徒 你知道车上坐的是谁吗 不管你车上坐的是谁 本少爷找的人在就得给我下来 杰帅 我听这声音好像是孙从睿大人的儿子 是吗 我常年在外征战 倒是第一次见的 您微服初学 还是不要声张 小人去看看速速就会 这不是孙少爷吗 小人实在不知道您找我有什么事 莫非是在那次闹事中的裸奔 裸奔出了感情 想再找小人鄙视一番 输了之后再过一次裸奔的也 带走 放肆 她是我的人 谁敢把她带下来 怎么让你幻想好啊 你 你不是跟小侯爷同出同进 想好吗 这位 你也是小侯爷的人哪 给你个机会 你立刻带着你的人离开 我可以既往不咎 口气不行 带走 走 不别绕命 老奴自有分寸 走 上次戏弄孙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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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戏弄孙帆 让他裸奔的人 可是你 我那个是愿赌服输 当时阿正也在 你们是不是经常出去玩 我 小人知道错了 看你满头大汗 看了就心烦 赶紧把汗擦一擦 我给你的手帕呢 你别说 你就连一块手帕也拿去变卖了 怎么可能 杰帅送给我的东西 我怎么舍得卖呀 最好是这样 您别不信 您看 那这儿呢 小人都随身携带呢 肯定保存得好好的 既然还在 为何不拿他来擦汗 这又怎么能行 这可是杰帅的心意 我得当宝贝好好供着 将来我好送给我心仪的女孩 你这小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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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居然敢给你吃不下药 你你你 救命啊 得太医 这是怎么了 他是我弟弟 昨天晚上领完工前 就和朋友一起去喝酒了 回来便开始有恶心呕吐 一直到现在都不见好转 你先别急 先去屋里把他放下 快快快 天心 他还在发烧 天七 天七 表小姐 天七在这边呢 他正在给病人看病呢 天七 我受伤了 你快给我看看 疼死我了 表小姐 天七在忙 您看 我也是太医 要不让老陈帮您看一看 不行 我就要天七给我看 表小姐 这位病人危在旦夕 我先给他看完 您稍坐休息 我就帮您看 要我等 怎么说我也是继父的表小姐 你是继父的太医 你居然为了一个下人 要我等 对对对 表小姐 您说得特别对 您看 我呢 是 你闭嘴 小姐 要不然我们先回去 让奴蜜来帮您上药吧 这还没你说话的份 你去帮我 沏点红囊浆水 多放点生姜 好 我现在就去 你不是喜欢钱吗 我这都给你 你快点帮我看病啊 表小姐 人命要紧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如果您愿意等 您就在这儿等 不愿意的话 那请自便吧 师傅 你帮我去抓点药 要陈皮 枸杞 苍树 白纸 甘草浸膏 和紫苏叶油 你们都欺负我对吧 没有没有 天气 你给我等着 表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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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误会啊 完了 天气 这回啊 你可把表小姐得罪了 师父 人命要紧 我 我也没有办法 是 你说的都对 可是 师父 你记住了没 当然记住了 好歹我也是个 太医嘛对吧 那你还不快去 陈皮 对对对 姨母 只因为我不是 继父的人 只是住在这儿 所以他们都瞧不起我 胡说 有我在 谁敢瞧不起你啊 就是那个天气 但今天 当着好多人的面 让我 特别难看 好了 今天的事 我已经知道了 那个天气 确实不对 不过 宁儿啊 你要是想 嫁进继父 你这个娇纵的性子 得改一改 要学会大气 不然 偌大的一个家 你如何服众呢 姨母 再说了 你表哥的脾气 你是了解的 要是他知道了 今天的事 你说 他是会帮你 还是会怪你啊 是 宁儿知道了 回去好好想想吧 春花 回屋 给你小姐 手上上点药 是 下去吧 是 宁儿告退 嗯 这表小姐 哪受过这份委屈啊 娇生惯养惯的 不过这个天气 确实是恃宠而娇啊 你帮我盯着点 若是有什么不妥 立刻过来回我 是 这个田太医啊 是彻底把表小姐给得罪了 没想到这前妻 竟然还有不为钱财所动药的时候 对了 那个仆役现在病怎么样了 啊 这田太医啊 医术真是高明 眼看着这人就不行了 可结果呢 用了田太医的药以后 竟然又好了 走开 总是 还有 谢谢 明日一早 让田七跟阿正来敬我 是 姐帅一大早把我照来 然后用什么话也不说 只叫我在这儿候着我 真不知道她又在想什么法子来折磨我 不会 是因为表小姐的事情吧 参见兄长 今日找你来 是有事又与你商议 合适 母亲 母亲担心你年岁已到 却还未成家 我想了想 的确如此 此买大事 我细细思量之后 觉得 冯大人敌长女 知书达理 泼具财气 兼有贤淑之名 此女 与你十分相配 你 以为如何呢 我以为 如此 贤良 淑德 兼具贤淑之名的女子 若能成为长嫂 定能协同兄长 将继父上下 打理妥善 令兄长 无后顾之忧 现在是什么状况啊 看来 有才气的女子 非你所喜 那 散妻常侍 朱鸣之女 听说 从小就在马背上长大 奇迹 射箭 武艺 均不属于男子 允闻允武 应该与你十分投缘 你 不妨一剑 听兄长这么说 我觉得此女 与兄长也很投缘 兄长为何不先见见呢 阿正 我为你引荐这两位女子 你有何不满意之处 就直说吧 兄长恩赐 本不敢辞 只是余地 泥中浮草 不敢消受朝阳欲至 天气 此事 你怎么看 我 今天说让我看什么事情 方才 我与阿正的讨论你也听见了 你觉得 谁家女子最适合做侯爷夫人 这 这关我什么事啊 小侯爷跟杰帅都是风华绝代 这世间女子都是梦尘莫及的 在小人眼里 小侯爷跟杰帅都是寻常女子配不上的 别打马虎眼 跟我直说 阿正应该取谁为妻 田太医 田太医 你无需顾忍 但说无妨 我 我真可以实话实说吗 说 那杰帅 你 你得答应小人 不许罚我 现在还跟我谈条件 你要再不说 我现在就罚你 我说我说我说 我的实话就是 那小侯爷喜欢谁就娶谁呗 问我一个太医干什么呀 我又不能代许 您说你们兄弟俩的感情事 关我什么事啊 罚我吧 罚我 我全说了 谁说我要罚你了 在你眼中 我就是蛮横不讲理之人吗 阿正 你婚配的对象 我会再想想 都下去吧 兄长 我 下去 那小人也先告退了 小侯爷 其实 其实 杰帅今天这么说 是因为 是因为有人说咱们闲话 说咱俩关系特别好 而且还是说 说我勾引你 所以杰帅才让您娶亲 也是为您好 您笑什么呀 说你勾引我 那你有吗 我 我 我怎么可能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 小七 其实我 田太医 杰帅有钥匙传你回去 我现在就过去 小侯爷 那我先告退了 幸亏杰帅有试着我 小侯爷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 他 不会喜欢我吧 不会吧 不管了 以后我还是和他保持距离的 吉兵杰帅 铁太医大 在家 西兵杰帅 档 investments 合适